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家日报 我是孙庆荣老师 每份只要35元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 今天庆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 最近我看到的一些趋势产业 因为在资本市场中有一句话 就是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只要把投资的角度放得比较远 然后我们投资在趋势产业中 其实投资真的没有这么困难 投资赚钱真的一点都不会太复杂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趋势产业 其实也是庆荣这几年非常看好的 那为什么要投资趋势产业呢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关键 就是我们靠股票靠投资是为了要赚财富 那而不是只是为了赚买菜钱而已 这个差别是很大 如果你只是想要赚买菜钱 那你当然你每天短线的一个交易的过程中 确实在现在目前多头的行情中 确实买菜钱真的不容易难赚到 但是财富的累积常常其实都是靠所谓的 复利的效果 所以只有透过长期持有 并且透过buy and hold的方式 去抓住趋势产业未来成长的标的 这个对于你财富的累积 才能够产生真正大的效益 所以记住欽永老师说的 我们投资是为了创造财富 而不是为了赚买菜钱 所以了解了这个观点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 我认为未来会忘到 2023年的趋势产业是什么 那最近其实麦肯锡 这个是一家国际的一个管理顾问公司 其实他们在11月份的时候 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就是这一次2020年的新冠肺炎这个疫情 将原本在美国可能要花10年 才能完成的这个所谓的远端经济的这个商机 不仅压缩到三个月内就全部完成 更直接带动了云端资料中心 甚至网络基础建设投资需求的一个大爆发 那这个其实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其实也让所带动了这个远端经济的一个改变 其实也让庆龙想到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金融海啸 其实它也带来了很多的破坏 这个破坏可能造成非常多人的一个失业 但是这个破坏的过程中 它也带动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内容 就是后来崛起了所谓的零工经济的崛起 这所谓的零工经济的崛起 包含了像Uber这个计程车的一个轿车服务平台 甚至Airbnb这个全球最大的民宿的一个平台 这个其实都是零工经济崛起下的一个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的业者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人类面临到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它虽然会带来破坏 但是它同时也会带来创新 所以这也是庆龙把它说成是破坏式创新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 那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其实它也带来了破坏式创新 因为其实在这个防疫的过程中 其实有全球当时最高有40亿的人口都必须禁足在家 所以这带来了破坏 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所谓远端经济 这个创新商机的崛起 而所谓的远端经济包含了在家工作 在家消费跟在家学习 这都是属于线上的部分 这过去可能很难推动的 都是因为今年有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而带来了所谓结构性的改变 而这个破坏式的创新 所创造出来的线上工作 线上消费 线上学习的这个需求 也让整个市机进入到所谓的超级循环 这个市机包含了手机 包含了计算机 就是所谓电脑的部分 还有电视机跟游戏机 而这些都是衍生而来 因为远端经济所带动的硬体设备的需求 那当然其实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些新闻 似乎都透露了很多的疫苗 可能都陆陆续续问世 那可能明年之后 人类在面对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 可能已经没有 不会再像现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啊 清隆认为很多事情啊 一旦发生了 真的就已经回不去了 这个其实就像西里人妻里面的一段精彩的一个名言啊 就是他真的 可是我回不去了 就是当我们人们开始享受到这个所谓的在家工作 在家消费 跟在家学习的好处的时候 即使未来疫苗获得了上市 疫情获得了控制 但是我们习惯已经被改变了 所以这种 因为这个的疫情所造成我们消费行为的改变 其实不会因为疫情得到控制而回到原来的状态 就是我们未来的世界真的已经出现了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待这个产业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发展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 我记得像脸书直记长祖克博 他先前也表示说 未来公司将朝着大规模的远距办公发展 而且他们目前的规划 未来的五到十年内 就是FB有50%的员工将会永远进入到远距工作的模式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反映的 这个新冠肺炎对这家FB这个科技巨头来讲 它的盈域也产生了结构性永久性的改变 所以虽然可能疫苗即将问世 疫情可能获得控制 但是我一直很相信吸引人气的这句话 可是我回不去了 这一次所带来的远端经济的改变 真的已经彻底的永久性的改变了我们全球人类的消费行为 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就可以去思考有哪一些的产业可以获得一些根本性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刚才所提到的这些4G啊 包含了这个所谓的手机电脑计算机电视机游戏机 其他背后都有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产业 这个叫做半导体产业 那其实根据半导体产业协会的一个在11月份的一个最新的预估 未来5年全球将新增38座半导体的12寸晶圆厂 那到2024年的时候 全球的12寸半导体晶圆厂会来到161座 那这161座不仅叫2019年时候的123座成长了将近30% 那如果跟2015年的94座相比 其实2024年的161座的半导体的12寸晶圆厂 也叫2015年大增了70% 而这个大幅成长 未来5年新增38座12寸晶圆厂的这个需求 其实背后其实就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所带动的破坏式创新 所带动的远端经济 所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成长需求的一个成长 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产业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也会直接带动12寸晶圆厂的一个设备投资的一个支出的大幅的上升 那根据预估啊 其实2020年的时候 今年的半导体设备支出 其实已经较去年成长了13% 年增幅度成长了13% 而且也改写了历史记录 但是到了2021年就是明年的时候 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投资的支出 将可以首次图来到600亿美金 这个600亿美金其实已经是非常了得的一个数字了 但是这个成长趋势还是会持续的上升 到了2023年的时候 整个半导体的一个设备的支出 渴望来达到700亿美金 而年增的幅度更来到20% 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成长力道 毕竟半导体设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内容 能够出现28的年增幅度 甚至来到700亿美金的规模 确实都是非常吓人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2024年 这张图其实是半导体产业协会11月份所预估的 其实我们看到未来这几年的趋势 到了2023年的时候会达到最高峰 当年度的半导体设备投资会来到700亿美金 到2024年虽然会小幅的减少大概4% 但是大约67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的水准 其实同步也创下了历史次高的一个内容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产业持续的往上成长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个产业所带动的一些相关的供应链厂商 应该都营运或者是股价水涨船高 其实都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 那谈到了半导体设备投资 其实就不得不提到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应用材料 他们的CEO盖瑞迪克森其实先前才表示 因为主要受到半导体系统和服务需求非常的强劲 他们本身也非常看好未来的商机更加的看好 因为毕竟我们在追踪应用材料最近的一个股价走势 这张图是1980年到2020年的股价走势 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半应用材料的股价其实持续的在创历史新高 如果是最近一个多月以来的涨幅 其实应用材料也从每股大概50多美金 已经飙升到12月3号的86块美金 一个多月的涨幅也高达50% 而涨幅这么高的背后其实都是看 也是呼应了他们执行长认为未来的商机会更加的看好 因为半导体的系统跟服务的需求 目前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强劲 所以看到了这个全球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的股价的节节高升 以及他们CEO对未来的营运的展望 非常的乐观的情况之下 那大家就关心了 那台股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供应链厂商可以值得去留意的 那基本上其实应用材料 它是一家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但是它有很多的委外代工的订单 其实都是交给台湾的厂商 所以其实当我们观察到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上 应用材料的股价财报跟业绩展望乐观的内容情况之下 庆龙也合理预估 也将带动台股的相关供应链厂商的营运的水涨船高 那整体来讲台股应用材料的概念股中有四档 可以大家值得去留意跟追踪的 那第一档是8091的祥明 它前三季的EPS已经来到2.99元 那今年法人预估应该全年有机会挑战4.5元的EPS 明年来到5块6块应该都是可以期待的 那如果以12月3号的收盘价74元来计算的话 本益比目前只有16倍 其实半导体设备公司的本益比在16倍以下 甚至在20倍以下 系统都认为是一个相对物美价廉 甚至可以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合理的区间价位 那另外一家其实是鸿海集团旗下的半导体设备公司 3413的金饼 它今年前三季的EPS是11.57元 那法人预估全年有机会上看14.7元 那明年挑战15元跟16元应该都是可以去做预期的 那如果以12月3号的收盘价215.5元计算的话 它的预估本益比只已经落在14.6倍 这个本益比更在15倍以下 这个确实是相对来讲是非常在投资的一个价位上 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是有蛮大的一个期待的空间 那最近它的股价表现也非常好 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个本益比合理的一个回升 那除了金饼之外 那另外还有包含6196的凡宣 它前三季的EPS是来到3.8元 那法人预估它全年应该是有机会挑战5块钱 那以12月3号的收盘价112元来计算的话 预估本益比是22.4倍 那最后一家应用材料的概念股 其实就是6532的瑞云 它前三季的EPS是2.9元 那法人预估它全年有机会挑战4块钱 那如果以12月3号的收盘价57.6元计算的话 目前的预估本益比大概是14.4倍 其实都是符合我们所谓的一个价格合理 而且是相对较便宜的一个状态 那今天提供了一个像应用材料的概念股 也提供了未来会旺到2023年的一个趋势产业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做现阶段的投资布局 尤其现在台股已经来到了万事之后 看起来万事如意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这个万事如意的行情中 投资人要如何去逮到这一次台股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赚钱的机会 那记住庆隆所说的 我们投资股票不是为了赚买菜钱 我们是为了要赚财富 所以你只有投资趋势产业 投资未来相对成长的 然后透过Buy & Hold的方式 自然而然就可以创造出真正的财富的内容 那今天的内容就讲解到这边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最后跟大家推荐每份只要35元的投资家日报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 我是孙庆龙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